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 吓死我了 我当这家 我觉得挺酷的 就是能看到很多好的电影 能见到很多好的电影人 我刚刚采访了盲员 对事情做事情的认真和真诚 真的是非常感人的 而且他是一个17岁的孩子 但他现在非常的忙 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的小保员这样的偶像 那我们大家不就都更加的 更加的担当吧 好几方想去这几年 想去海岛 想去 想出海 做游艇出海 想要爬山 然后想要跳伞 想要滑雪 好多想要做的事情 这次来到嘎那 要接受一个与电影相关的特别任务 我要背对着投影屏幕 听电影的原声音乐 猜出是哪些电影 最后选择一个喜欢的 不能用言语 而是利用现场的道具 表达出是哪部影片 听电影相关的 听电影相关的 好熟悉这首歌 好 知道了 我决定把它画下来 《七零一七零群》这部电影非常梦幻 然后它里面其实蕴含着很多道理 然后我也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它电影的配乐 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 在这海上列车上 那个无面人就一直在旁边陪伴着它 就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整个电影的基调也是一种非常温暖 非常温馨的感觉 这部电影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动漫 动画 但其实真的挺深的 需要好好钻研做的 这是很黄很黄人的第一站 接下来每周 我都会去挑战全新的任务 期待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你们呢 你们呢